李白在浙东有诗云 欲向江东去 定将谁举杯 回望九仙李白的足迹 酒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 美名远洋的绍兴黄酒 哇 泛舟借户之上太惬意了 其实绍兴啊 是水香也是酒香 这个黄酒的水是取自于哪里呢 它必须取自于建湖水 就是这个建湖水吗 那还真的不是 取水的话呢 必须要从会计山山脉上面 那一段才可以 绍兴也是很多诗人的灵感打卡地 比如说李白的一首 《进湖水如月》 《耶稀女似雪》 很多诗人都赞美《进湖的美》 金龟换酒处 血亦泪沾经 酒 催发情绪 承载着两人望眠友谊 让团圆更动人心 据传 李白和贺之章 也是因酒结缘 两人信之所至 相约九四 发现两人所待的前两人不多 贺之章慷慨解下身上的金龟世代 作为酒前 在贺之章过去之后 李白怅然有怀 对酒平调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黄酒博物馆了 在我的身边就是中国黄酒博物馆的前馆长 欢迎您 关于李白 关于黄酒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您想和我们分享的 李白多次来到绍兴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黄酒 当然他有好的好朋友 叫贺之章 这些故事都可以在中国黄酒博物馆里为大家做介绍 那么就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吧 好 我们黄酒博物馆是成立于2007年 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的黄酒博物馆 这个馆里还有许多的正观之宝 大家可以好好地看看 这个就有请我们的专业的讲解员 我们小杨老师为大家介绍 您看这一块是近代江桶的酒告 它主要就是考证了酒的起源 黄酒是怎么出现的 其实我们叫做空桑偶德 他是最早在桑树林当中被发现的偶然性 有一点像一个礼物 到了唐代 绍兴酒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从贺之章开始 贺之章是绍兴人 他把剑湖带成了唐代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吸引了一大批唐代的大吃人 来游览浙东山水 来品绍兴美酒 李白曾多次游览绍兴 留下了像粤洲小懒这样的名诗名篇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坛 我们的镇馆之宝 一坛百年成呀 好请 您请看 这一坛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28年的一坛花雕酒 当时在夹墙拆除的时候 找到了一批酒 只有各位数 现在呢 还剩下两坛 一坛在钓鱼台国宾馆珍藏 还有一坛呢 就在我们博物馆 这个房单啊 是酒的主人把他的故事封在了酒坛里 像这块房单主要讲述的是 从绍兴这个维造建湖开始 一直酿造绍兴酒 他因为痴迷于这个酿酒的工艺 所以呢 酿造了这一批精酿 我们绍兴人呢 他的一生跟黄酒也是息息相关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酒俗厅 哇 好多酒俗啊 是 绍兴人的一生啊 都和黄酒息息相关 从出生 这个剃头酒 到过去都有酒喝 无酒不成俗 像这里就是我们绍兴的年节酒礼啊 从腊月二十开始 这个叫散服酒 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祝福 祝福 对 之后呢 除夕分岁 元宵酒 合家团圆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手工酒房 体验一下黄酒的酿造工艺 太好了 请 哇 哇 好笑 对 了解了绍兴黄酒的文化 我不禁想起杜甫影中八仙歌的那句 枝张骑马似乘船 眼花落井水底棉 贺之章 耗酒的佳话 千古流传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呢 就是 贺之章返回粤州 碰到孩子们 孩子们问他 爷爷你是外乡来的吗 少小离家老大会 相应无改并茂粹 是的 就是应了这句誓词 但李白却来晚了 他泛舟而来 扣开贺之章家门时 被告知 老友已不在人世 赤刺剑湖水 围军台找荣 悠悠剑湖水 承载着诗人间 惺惺相惜的友谊 时光荏苒 剑湖水 还是旧时的模样 而诗人们历经沧桑 初心未改 不变的是诗情和悲欢 承载着这些文化的 风俗和工艺 也依然如故